除敏感疼痛 轻轻松松抗敏感 添加独特亮白粒子 更能有效去字 美白 轻轻松松解决敏感疼痛 得恩爱抗敏感三笑牙膏 好窗户要配好玻璃 防侵入安顾立防侵入玻璃 全金属一体成型 品味绝对 Samsung Galaxy A 您现在收看的是 前线百分百 你拼了很久 终于决定买房子 买这房子 你也是大富翁小富婆 投资要富 自助要汪 富翁国际上会品牌 明天的富翼 今天决定 Johnny Walker精彩珍藏 点亮2015欢庆时刻 好窗户要配好玻璃 安顾立防侵入玻璃 得恩爱清新双效漱口水 全新服加木糖醇 双效配方 能修护受损法郎值 得恩爱清新双效漱口水 能预防牙周病 不含酒精配方 口感温和不刺激 能有效降低助牙率 30%到50% 给你清新捷径好口气 得恩爱清新双效漱口水 好窗户要配好玻璃 防侵入安顾立防侵入玻璃 刚刚听到玉堂这么一说 我突然想到在把那个月啦 季啦半年啦年限K 玉堂你还是没告诉我答案呢 所以下个礼拜今年2014年的结束 透董啊 月K7K半年K年K 甚至还有一个周K 我为什么没写周K 因为下个礼拜的周K 得看礼拜一的开盘嘛 5K全红底定吗 4K全红比较有机会 周K我不敢保证 因为我说礼拜一 如果外资归对 那早盘现货会不会开高 因为我说有逆价差嘛 现货有可能会开高 那开高我们讲 收红收黑就是开盘价 跟礼拜一的开盘 跟礼拜三的收盘 那万一可能礼拜一 它是开高的 然后礼拜二震荡 万一礼拜三可能 我们讲放长价钱 这礼拜三是一个变数 为什么礼拜三 我刚才还没讲 礼拜三要放四五六日 四天 当然四跟五 这个我们讲 国际股市有交易 台北股市没有 那我们都知道 长价钱通常会有什么 卖压嘛 有一些获利条件的卖压会出炉 所以我会担心 礼拜三万一只税 有些压回的话 那可能周K的部分 也许有可能收黑的机会 会比较高 所以麻烦您请上来 玉坛的担心就是 怕说大家太开心 因为外资回来 所以礼拜一 下礼拜一开得太高 那开太高之后 礼拜三如果收的不是那么高 就会变成黑K 这是周 它其他四根是透重的 然后OK比较有机会 那回到大盘的日K 所以下个礼拜 我们来周的角度好不好 周K的角度 因为我刚刚画 左肩底头 然后右肩 所以头肩底 这个底型确定了吗 如果补量上来 这个量是重点 因为右肩要有所谓的一个攻击量 对不对 那就是说外资归队 这个量能不能够做一个 适时的放大 比如说以日均量来说好了 因为过去一波上攻 至少大概800亿左右以上 基本的 对这最基本 但是我认为其实 从大户条款已经做一个 我们讲延后三年的之后 也许比较明显的攻击量 可能放到到千亿左右 因为你要往9500 甚至这个地方去做迈进的话 也许在明年的部分 大户陆续归队之下 有千亿以上的量能 在这个地方出来之下 这个地方我们讲周K的右肩 它的攻击的一个讯号 会是比较明显的 是有 那回到日K 您刚刚说三天 所以三天是要怎么换呢 日K大概会怎么走 如果以日K的一个角度 礼拜一 我们签成日K 礼拜一可能 我认为开高的机会蛮大的 因为期货是正价差 现货应该会做一个 收敛价差的动作 它会做开高 开高一开就 9251就过了 因为期货已经 今天已经到这个位置了 我们看台子期好不好 正价差是放大的 台子期 看台子期 台子期的指数 9256 这边是9256嘛 对不对 收9256啊 他收9256 对 那帮我们秀一下这边的收 今天是收9256 对 然后这一根 这一根的 9266的收盘位置 我们看一下 他收盘位置是 9220 9220 换句话说 以收盘角度来看 他已经过了这个高点 对 没有错 漂亮 但我真的这个关键 刚刚讲到 9256因为现在最接近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现货 我们切成现货 现货 这个月的期货跟现货 我们要去做比较嘛 这个月的期货 今天收9256 那现货当然我说过 要去做价差收链 往9256去做卖进 9256能不能越过9251 就越过了嘛 所以说有可能 我会认为 如果市况比较乐观的话 可能一举就开高到9250附近 那当然它代表什么 就是强势的一个格局 过前高 对 但是我说1 2 可能走高之下 礼拜三年前有 节前有一些卖压做出了之下 可能周K的一个情况 它有可能会呈现什么 9250这附近 我会比较担心 过关压回 对 过关压回 因为过关之后会有卖压 这个是在周K的一个角度上 我所比较有疑虑的地方 所以今年怎么划这个股市的据点 玉塔已经说了 但是今年的据点 就是明年转型的好开始 我不知道 我特别把今天的收盘价格9218 列在平盘线 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明年一整年 来个大胆规划来 好 第一季 我们讲第一季 第一个有个CES在 然后第一季的一个部分 我们讲大户外资归对 大户条款废除之下 台北股市未接落后 我的看法 第一季其实应该震荡走高的 一个机会蛮高的 但是要过9500.9593 这个位置来说 可能机会没那么高 没办法站稳 对 我会认为 因为第一个中间又卡到 有这个农历年的一个部分 交易日又减少 那到了第二季 这个地方就是第一个 有些个股会走嘎空 然后还有所谓的一个财报 要去陆续要去做公布的一个时程 这个地方我们讲 有时候四五月会比较淡 四五月比较淡 可能这个地方也许会做一个什么 震荡整理的一个态势 我想到了四五月的震荡 还有那个财报 对 财报要公布 空窗期多了嘛 财报年报季报 对 对 这个地方就会去做一个公布 对 那七八月到第三季 除全息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到了第三季过后 开始大家会谈论什么 2016的总统大选 这个是关键嘛 我们讲政治面 因为总统大选的一个因素 要看市场的一个气氛如何 所以明年下半年选举暖身了 对 选举暖身了 那政治面的因素 到底会怎么干扰台国 我相信从目前的情况去了解 第一个当然执政当局 我相信政策释出来的 这个我们讲利多端上菜的 应该会比较多 因为从上一次 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大败 你看到这样 好像政策开始有点转向了 我不知道它会释出什么利多 会不会有什么特别让这个 我们讲市场兴奋的部分 但我认为应该是比较乐观期待 这个地方有机会往上去做一个电话 因为毕竟要做什么 选举行情嘛 这个地方就要开始暖身 做选举行情 你不能等到这个到2016这个我们讲 这个年底到这个时候再来做 太晚了 对对 因为总统大选 这个时候就要做选举行情 但是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变数 国际面的变数 这个我觉得就要到看当时的市场情况 就是美国要做升息 对 市场日期是4月份可能会有升息 Q2可能5 6月就是年中或第三季 就是在这个地方 美国升息的时间点 我写一下FED的大变数 这连彭总财都很关系 对 没错 这个是一个变数 那我认为现在去看市场 似乎对这个利空已经有有先反应 因为先前间传很久 那可能如果到时候升息 我们再来做一个更密切的留意 那我个人现在先解读 应该是已经反应过这样的一个消息 如果是符合预期 并不会有太过的变动 那第四季当然我们讲 迎接这个电子股的旺季 选举的题材再把它做上去 可能这个在这个我们讲 相对的一个高档 有可能是一路走高 好 等一下 你没讲完 一路走高 高到哪儿去啊 要讲 我乐观一点 也许有机会看到 所谓的一个万点的一个部分 万点怎么叫乐观 现在9500才500点 不错了 这个万点多久没有见到了 对不对 股民期待这个五位数的指数判了多久 对对 我认为会有机会看到 感谢玉堂了 因为今天的这个预测呢 我再次强调了 我们的非凡上来周刊的那个光碟 两位波浪大师 还有包括了刘昆席 这个您订阅新周刊的第一年 就送给您了 其实看未来是很重要的 股市没有人在买过去的制程来 请上来 因为规划 我刚刚为什么会去笑玉堂 500点是要怎么做 昨天我们宣哥很大胆的说 就是往上 他很乐观 乐观多乐观 昨天有看 您就会知道 今天就不赘述了 你呢 我的部分也差不多 但是这当中 有个重点就是说 因为大家谨记 上次宣哥有一点 跟我认同是一样的 对对对 每一次台股的创纪录的行情 都是在总统选拳一年 选拳一年 对 2016要选 那就是2015的明年有行情 是 那这是站在假设前提上 这个行情是确定的 那当然 因为我们台股 今天瑞涵是以9218为结算 收盘 那如果我们回过 刚刚我们在看到月K线 月K 9251是不是 这个日K线抱歉 日K线 9251是这一波的高点 对对对 那这个底型 如果突破9251 最基本的对称幅度 我帮大家算过了 叫做9676 9676 对9676 也就是说下个礼拜 或者第一季 直接突破这个点 明年第一季 对 它就一定往哪里去走 9676 所以我的图 我们拉回白板 第一个时间 你比较外景还低哦 等一下 听我话 来来来 OK 因为前面是有先这个底型出来嘛 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叫9251 哦 好 所以它第一季 就会迎接整个行情起来 抓对称幅度 会到9676 所以9500点之前的压力 绝对不是问题 第一季会突破压力 对就突破压力 突破压力以后 它技术盘交代你 它要回撤 所以第二季的时间 会有个相对比较低的点 如果浅力点 强势整理 前面那个9500多点 这个点 它就不会破 深力点就是 再度回撤 接近9251 然后紧接着 因为为什么第二季 是会见到低点 瑞兰刚刚讲的很好 因为它会有财报公布的因素 对啦 所以第一季是最亮眼的哦 很亮眼 很强势 因为你先从这些中小型的股票 业内回来的动力 大家看到了 问他不敢动上市的 因为上市看业绩嘛 那上跪的咧 上跪的 很多都没注意到 中小型股就活蹦乱跳了 对 看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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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整个带起 整个消费力 所以后面整个带上去以后 第三季还会有一个高点 为什么第三季刚刚在哪里 大家记得吗 我们台股前一个低点叫8501 对 8501的低点 跟9593的 对称幅度 正好会到106 106 10686 10686 所以第三季 我先确认一下 第三季您说 大陆是带来很重要的推升动能 对 没错 好 再来 因为刚刚玉堂有讲的 如果说这个地方 可能有生息疑虑的话 第二季 那我们怎么摆脱美国 跟大陆不要跟美国 对 没错 我想这个答案很清楚 好 好 所以如果是跟大陆这种条件 1万点这边应该看得到 但是要谨记 第三季会遇到一个问题 因为第三季的8月 正好会是 当时台北股市从9590下来 新年的7月份 过来的 第13个月的转折时间 那这种转折时间 你一定要尊重 所以8月的前后 它就会震荡了 那如果说 我画的状况是这样子 它震荡下来以后 第四季嘛 这一个 第四季的选举行情 我们换个颜色 因为它已经 红到天上去了 换个颜色 换个颜色 第四季的话呢 第四季这个颜色 上或者是下 这个选举行情 我暂时打一个问号 所以你的选举行情 是在明年第四季才发动 对 因为玉堂是第三季 下半年 你是第四季 所以上跟下 你摸不清楚现在 因为目前的环境 如果说 我们科B做得很好 那我想可能 有一些就改观了嘛 对 那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台湾 我必须承认 我在观察股市这么多年 有的时候政治环境 会影响的 那这一点 我们暂时存在 但是如果可以把握到 这段行情 我认为也是很漂亮的 第二季跟第三季 入股推升下的 这段行情 对 没错 也对 感谢志成 原来它这么一话 明年最大的变数 将会漏在第四季楼 我今天好喜欢这张图 阿奔赛 我们先进个广告 下个阶段 再麻烦您帮我们话一话 因为这个行情的揣测 预测 明年趋势是非常重要的 时间关系不好意思 明年到底有哪些的 你我相关民生 跟财经议题新制度 股市也有 会做改变 规定改变了 回来请玉堂说明白 还有一个点 就是这个了 国内想不想知道 哪些的服务业 排行前五名 大家最爱 福利最优呢 在八妙就下雨了 你喜欢它 没有啊 GT智慧生活 这里可以吃吗 马上申办 一起探索GT4G 幸福 永远找一步 搭配GT4G Samsung Galaxy Note 4 只要2490 我要发达 我要发达 来来来 光泉送你千万发达金 现在买光泉 有机会抽中千万购物金 周周抽百倍现金 头奖独得三十万 年终千万要发达 光泉千万等你拿 冬天到了 好想用暖气哦 大丈夫 现在买大金冷暖 变频公调 现买现扣 最高两千元 单冷冷暖铜价 温暖你的心 夏天舒适 趁现在 红一级棒大金 您现在收看的是 前线百分百 不断坚持 只为0.03秒的突破 同样的追求 以全球最高征流器 提炼纯净点滴 格兰杰 源自不必要的坚持 选后百人抢看降价屋 我怎么没跟上 别紧张 好防网降价地图 超杀价大公开 想住哪 降多少 预算多少 便宜找好房 别再错过了 好防网降价地图 便宜买好房 超忙 超Q 也够好玩的啦 来啊 快点来下载 最快赞的 披露江湖 活动 能把身体散发出的水分 转换成热 两件事稀释发热被 N-worm 用科学的力量 用科学的力量 来保暖 幸福是吃出来的 吃要有一个好口腔 我用云南白药牙膏 配合正确刷牙习惯 能帮助减少牙龈出血发生率 好口腔 吃出幸福感 云南白药益生菌牙膏 全新上市 刷刷益生菌 健康好清新 您现在收看的是 前线百分百 哇 你怎么越来越年轻 我都用美无法给给你 富含化学成分 阿摩尼亚 没草味 还没测评 美无法 要够护发成分 你了 能死 没法 快速护发染发霜 卫生署核准 你知道手机通话 费一分钟多少钱吗 他不要我了 他怎么可以这样 他嫌得要手机给我 太贵 你知道手机通话费 一分钟多少钱吗 台湾之星88系列费率 往外每分钟只要两块钱 别人最多要付八块 只有别人往外的四分之一 甚至是别人往内的二分之一 而且往内免费 可以给你要电话吗 谈恋爱 想说就说 不怕你话多 D-Star 台湾之星 待机投靠 现审三千六 厉害 左营一二楼电柱 单铁公共 一千一百七十万 加一大 你可以偷偷 破坏行情 一百六十万 新店华晨豪宅 六房四厅 日币贬值 去日本玩 很省 到Nissan买车 更省 Nissan五高兴 率先反应 日币贬值 全车系 享五大优惠 价值高达八万元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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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脑袋 还停留着 志诚在上阶段 画那个 第二第三季 冲到万点 对不对 对 然后 因为您在第一阶段 就破题了 说那个自营商 今天的买盘 来自于 大户 VIP 业内的参与 再请看 八大光股行库 也许八大光股行库 约略的 礼拜六 这么清淡 它还是站在买方 因此 明年您再补充一下 就是大户 政府做多心态 依旧是盘面上的 买盘主轴 我想这个没有错 没错 因为基本上 我相信大家感受到说 过去这一两年行行 都被那正所税压 注注了 但是我会建议大家 各位可以发现到 其实现在这段期间 台股在涨的并不是那种 已经去年涨了很多 你现在要往布局 低基期的股票期涨 都没涨到的 都没涨到的 所以其实 他能我相信有很多人 可能心里面会觉得 不大能认同 但是我必须强调 各位如果我们就技术盘来看 整个12月 本月份月K 你考虑要大户 还不再好了啦 外资也不再好了啦 但是本月如果月K 可以领先收红上来 而且是刚期来的 这些股票它一定不简单 它一定有人买 那谁买的嘛 所以这一点 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太阳能 或许太阳能后面会涨多 会有震荡 但是我还是跟大家强调 要把握 我问你 太阳能 它可不可以点名 好几大类是 大户已经在延后三年的 这个案子三读过关之后 今天很明显的进入 建道大局卡位的 太阳能是一类 还有呢 生计 生计 我们看一下生计 生计很标准 从那一天 就昨天大户条款 确定延后三 对不对 尾巴拉起来对不对 来告诉你 我大户就在里面 游戏呢 有没有 游戏也有 游戏也正好是 本月月可以先转起来 这跟后面的一些 新的网路的题材有关系 那还有就是 大家所重视的集团作帐 集团 我们这次在看集团作帐 它并不是 所有集团都作帐哦 各位应该发现得到哦 那什么集团作帐 像联电集团 那还有包含 比较低档的 人保集团 那像人保集团里面 像我今天又带来 像是康书 还有包含到 长线 低档要起来的 月可以先收红的 跌得很深的 像需要 要合并的 有特殊题材 还有包含到USB3.1的 像刚刚魏良也讲过 有些题材的 有些股票 你要留意 它月可以先收红上来 那个带量的格局 完全是不一样 IC设计有没有呢 有 但是IC设计 你要谨记 就这一次比较强烈 是来自于连电集团 那并不是 过去有些可能 跟iPhone连接IC设计 我就不大怎么建议了 我刚刚 这么简单问志诚 因为他追 那个主力大户筹码 他追得很细 五大类 他刚刚都说了 所以呢 年底到明年的第一季 请把那个重心 都放在 那个主力库存 大户有进场的 或大户在出货的 这些标的 您都要盯着看 五类 但是呢 有主角在带 这张图再来一下了 阿温塞 因为您是从科技角度 一定要细问 您有那么乐观吗 刚刚两位专家画都是万点 我是觉得说 其实因为今年的一个 良好的一个基础 电力拉乐观的一个心态 所以一开始的话 我觉得这个地方 它会是冲个9600 但是问题就是说 很快 唐花一线 它就会一直下来 然后但是这边会拉伸 之后往上拉 所以您的高点 绕在第四季 9800以上 为什么就是说会是这个模式 因为一月份会有 Las Vegas的展览 去年Intel的窗带装置 那个曝光力非常高 大家都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二月份有MWC展 所以一开始的话 其实还是对今年的一个展望 还是比较乐观 但现在问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出来 从Las Vegas的展览 MWC展之后发现苹果一到对手了 苹果为什么卖得比较好 因为它是64位元 64位元的话 等于说大家都不是64位元 所以它的轮硬体的顺畅度最高 但是明年所有旗舰机 飞屏系统的全部用高通的810晶片 810晶片就是64位元8核心 是真的8核心 不是以前假的8核心 是两个4核心叠在一起 说我是8核心 它是真正的8核心 所以第一个 飞屏包括三星Sony 或者是所谓的宏达电 或是大陆很多的手机 很多都是用810 高通的810这个晶片 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所谓的画质的话 大概都是1300万画素 就是水准就很齐了 那比800万画素就高很多 都是金属机壳了 因为三星以前都是塑胶机壳 全部都是金属机壳 重点是这个苹果为什么会卖得好 还有一个因素是它指纹辨识 那指纹辨识它当然是比较强的 指纹式的啦 但是明年大部分大家都会推 这个指纹辨识 但是可是滑动式的 没有那么准确 但是至少它有那个意思 就是说我是指纹辨识 那台湾为什么涨 是因为一个苹果 就有台湾的电子业 所以台湾的股票 你知道这个这么活泼 大力光啊 所谓的宏达这个台积电啊 或者是像所谓的这个 这个友达这些 其实你可以发现这些大辛苦 都是被苹果救了 但是如果苹果明年在 NWC站LAS VEGAS的舱 灰瓶系列的攻击力道反扑的时候 那时候这个iPhone的话 很多人已经讲过说 今年是6700万只 搞不好明年第一季的话 它降到3500万只 就是说差距很大 我觉得是不会差那么多 所以第一季就科技风 会这样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因为明年的4月份的话 有可能FED升息 当然大家是讲6月份 但是它是说两次